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偉林 欢迎收看这位20号礼拜时的婚礼新闻 郭导三号公司公路国家楼南以及100个交流 因为严格无通顺的问题 这身体反向亲近的困难 在立委、劳建国多年以来 用行政业、交通部设定后 不仅是向中央政府经费将近11个交流 车都改善感兴 尝尽会在近年底开工 以及184年底完工 郭导三号公司公路国家楼南下以及100%的交流 因为严格无通顺的问题 造成体反向亲近的困难 在立委、劳建国多年以来 和行政业、交通部、协调交通以后 不仅是向中央政府交流车都改善工程 并且日前是基本体反的税民会 交通部又报行政院专案核定用地 也是前额补助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子 委员 这边非常的用心 把整个用地的经费 全部由交流部来致应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整个工程的进度的部分 我们公路总级接手之后 我们会全力来改办 那包括我们已经结合就是可言跟细部设计 同时来并进 也就是希望缩短期间 那未来我们希望 云林县政府在用地取得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工程如果可行 我们就配合同时赶快来发包 把用地跟工程能够尽速赶快来结合 缩短整个工程的期限 让工程能提早来完成 这位老警告表示 在韩帝船国旗民意代表 以及向今进行意见的交流意 保证工程中的采用切斜的重新委员改善 以及最早会在今年年底开工 在一百十四年年底进行完工 当然知道 在一百五年年 当时开始 在挖掌的过年里面 那些建物的物件 到现在来比 已经差一枚很大枚了 总感应该 这些花现在要将近 要到十亿 九点九七亿就得到 这个案子 终于可以做 终于也要做 金钱也较快了 现在把相关的一些认数 要找完毕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 今年 年底以前 同时可以收到地 我快来看不见 我快来看不见 今天刚定完生意了 可以为乡亲的行车便利和岸传 住来 竟然间加好的平均 可以建立更安全的交流 婚林新闻综合报道